接著就要教我們國中學習的重點 發電機 發電機就是電磁感應 利用我的磁場發生變化 然後產生感應電流 就是電磁感應的原理讓我來產生電 這個裝置叫做發電機 發電機 所以 那他怎麼樣讓磁場發生變化 就是讓我的線圈在磁場中轉動 我等一下會再說一次就是我前面帶過的但是國中不降膠的叫做磁通量發生改變 磁通量發生改變 那麼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轉動 然後產生電 因此他是一個力學能 動能變成電能的裝置 我們前面學過一個裝置是電能變成力學能是誰啊 我們前面學個玩樂是電能變力學能是什麼東西 馬達 電動機 通電之後會動 所以那個是電能變成力學能 現在是反過來 力學能變成電能 轉動 動能 變成所謂的電 發電機 第一個呢也是所謂的 構造 這大部分都教過了 還是會再問一次 一個永久磁鐵 一共磁場的叫做 廠磁鐵 中間有一個叫做線圈叫做電書 然後後面會去接極電環跟電刷 讓他們可以轉 然後不會糾結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極電環跟之前交電動機的資料哪裡不一樣 這是兩個圓圈 以前以後 之前是什麼 兩個半圓 記得嗎 等下會出現 因為我們要做的叫做 交流 發電機 交流發電機 以前以後 以前以後 他如果把它變成兩個半圓 就變成直流發電機了 所以這種長相叫做交流發電機 交流發電機 看一下他發出來電 待會再做一次 看看他發出來電 長這個樣子 等一下再做一次 然後再講一次 這要做 這要做兩個圓圈 以前以後的 叫做交流 發電機 那如果是最長直點 電書 頂級電環 電刷 OK 名稱 構造 有人會問 然後他什麼玩意 好 那圖這個圖 再我再講一次 再我再講 那如果把它變成這樣 變成什麼 直流 看一下什麼不一樣 看一下跟剛才有什麼不一樣 叫做直流 叫做直流 OK 好 那 那大家講過了 他基本上就是直通量變化 我現在呢 跟我的磁力線垂直 所有的磁力線都垂直 磁通量最大 我轉到平行就變成零 那過程中最大變成零 從零變成最大 就會一直會有改變 所以他實際上就是所謂的 磁通量變化 可是國中沒有這個名詞 那就只是 直接告訴你說 這裡的磁場有 變化 那你就這樣記好了 這樣轉一圈圈 磁場有變化 然後呢 所以會深改一定的就夠 OK 那麼 每轉半圈電流方向就換一次 來 你看一下 每轉半圈 一個上一個下對不對 一個上一個下 它其實不只是方向有變 它其實不只是方向有變 還有誰有變 大小也有變 等一下會再說一次 它其實是大小有變方向 也有改變 那我們現在強調它叫交流的時候 強調的是它的方向會變 它的方向會變 我們國中沒有強調它的大小會變 那麼這個叫做交流發電機 交流發電機 如果你把它改成磁流發電機 方向有沒有變 方向沒有嘛 都是正方向 或者同一個方向 那些方向沒有變 所以剛才那個方向會變 每半圈方向就會變一次 每半圈方向就會變一次 那麼如果改成磁流發電機 它的方向就不會變 但大小還是會變 不過國中 不強調大小的這件事情 可以嗎 可以